你要去拆解,假設以剛圖片的例子來講 你要拆解這個圖片所代表的意思 比如說貓跟狗可能就是毛茸茸的 然後有四隻腳 然後可能臉部有哪些特徵 把這些特徵拆解出來 就是把這張圖對應到某些特徵 然後再去 所以當你分辨,比如說分辨草尼瑪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草尼瑪其實雖然毛茸茸有四隻腳 然後它腳比較長,或者是脖子比較長等等 所以它其實是把 假設我們原本有的sourced data 它的attribute猜出來 所以其實你要先有這些image 它的attribute的一個database這樣的概念 然後把這些東西 同樣映射到一個embeding space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雖然我們當草尼瑪這張圖進來的時候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個東西叫草尼瑪 但是我們可以找出說 它是擁有怎麼樣的feature 那它可能會是什麼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是毛茸茸茸的 然後脖子很長 然後臉長得像馬 然後四隻很長 那可能就是草尼瑪 雖然我們完全沒有train過這個 所以它其實是多一個就是這個feature的轉換 那所以它train的方法就是把它 統一到同樣一個space 然後把這個圖跟那個feature的attribute 去讓它越相近越好 不好意思請問那個 您這邊指的embeding space 裡面的微度就是指您剛剛問的那些問題的答案 就是融化融融的那些問題 嗯 一開始就是 initual的時候可能是 像你剛剛講的有或沒有one heart one heart encoding這樣子 但是就是它可以利用讓它越相近 所以你勸出它真的一個 一個vector 就是說 f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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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4 fx2 зн f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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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6 fx3 f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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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Vector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可以得到就是即使你要解的問題 你完全沒有example 但是你還是有辦法解這個問題 那其實今年應該是今年吧 就是Google的Machine Translation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它還是說它是LeroShot的任意 因為在過去十年來就是Google的Translation 就是有支援大概一百多種語言 那所以每個語言假設每個語言都要train一個model的話 它需要train這麼多個model 一萬個model 那所以他們就是利用LeroShot任意 去解決說它用一個model可以不用train這麼多次 就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節省它的這個資源浪費這樣 這個播放嗎 好 原本應該是一個gif 所以它 它在它book裡面有這個範例就是說 假設它有 我有點忘了 就是假設它可以英文 它原本有英文對韓文 英文對韓文跟 嗯 嗯 嗯 那好了我要看 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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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實有英文對韓文 韓文對英文的資料它就先這樣子train 嗯 那它也有英文對日文 日文對英文的資料 那 最後就像剛剛講 它們全部都 嗯 嗯 印射到同一個space 所以它現在其實不用 有日文對韓文跟韓文對日文的翻譯資料 它就可以解這個問題 那 所以它其實是 嗯 它之前有一個很聳動的標題就是它學了一個 語言跟語言之間的一個secret language 就是它把它轉換到那個secret language它就會轉換成另外一圓 其實那個所謂secret language就是其實就有點像embedding的概念 它把它印射到同一個embedding上面 它就可以解這個問題 那 嗯 嗯 它的paper其實沒有講太多公司 那它的架構也只是比較像一般的encoder decoder架構 就是它做了 它有講它做了一個蠻神奇的概念 就是 在原本secret to sequence 的這個trainning 它多加了一個token 就是告訴它說 我這個是要做 嗯 一對S就是english to Spanish 就是英文對西班牙文的翻譯 然後用這樣的方法下去tune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 得到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下去tune 下去tune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其實蠻神奇的 但是 嗯 可能還要再多多看仔細一點 才知道它實際上為什麼 可以這樣做 那其實 它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 嗯 就是如果把它視覺化還是長這樣 就是它同樣 其實不同的語言 它會 如果你印射 只是把它做 降圍 然後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不同語言 就是像右下角這個 它這個紅色的 這個群集 其實是 裡面是英文 韓文 日文 但是同樣的意思 它會聚集在齊部 把它印射投出來的話 好 好 那所以 剛剛那一長串 就是 從 我們target data 跟sourced data 都有label到 target data沒有label 但我擁有 有label的sourced data 那我用 就是這時候該怎麼做 那 右半部分呢 其實 嗯 在理工藝老師看法上 它是有引用一些 paper 在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都比較舊 都是 一零年以前的吧 就是零七零八年的 那 舉例來說 self-told learning 就是指說 嗯 就是比較像 嗯 auto-encoder的概念 就是它 train一個 從sourced data train一個 feature extract 然後去 嗯 嗯 就是拿它來 對target data 做 做 就是 試著拿它來 對target data 找出它的representation 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還沒有 auto-encoder 就是那 它舉了這篇paper 不過它就講說 其實概念就很auto-encoder 很像 好 以上就是15.2節 接下來是15.3節 那15.3節在講的是 嗯 我們怎麼確定 我們學到的一個representation 是比 其他的好 那 它有一個假設就是 當這個representation 就是可以 跟其他的被拆開 也就是說 嗯 representation 其實就是某一個 x 假設某一個x 它對應到的 某一個factor或是feature 它其實是可以跟 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x 它對應得到的這個 嗯 嗯 vector或是feature 其實兩個是可以 嗯 比較independent的拆開 那 這樣子都表示我們 可以很正確 就是很好的學到 這個每一個x 它的 它所代表的東西 那 那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經由這個過程 去得到一個 嗯 比較好的y 那 其實這個有時候會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 假設 嗯 在 unsupervised learning的時候 嗯 假設 假設 這個x的幾率是 uniform distributed 就是你沒辦法把它拆得很開 它就是uniform的方式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也很難學到y 那假設這時候 嗯 它是一個比較有規律的方式 那 我們就可以從去 嗯 看這個 p的這個幾率 然後去看說 嗯 它跟 y的關係 就可以看到 嗯 比較好的結果 那 這當然都是 理論上 就是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們學到什麼東西 但實際上 當然我們沒辦法分析得這麼好 那 嗯 比如說 這邊它其實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 嗯 傳統上的 就是可能在game之前 一般的generative的model 或是autoencoder 它在處理這些圖片的問題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 類似 mean square arrow的方式去解 去 去分析這張圖 那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它會去找 嗯 這張圖它的可能 亮度變化特別大的地方 找這些edge 找這些 找這些地方 那 以左下角這張圖為例 就是 它經過autoencoder之後 因為 它其實是一個機械的手臂 要抓一個乒乓球 那經過autoencoder之後 因為 可能 乒乓球相對機械的手臂 它的這個 亮度變化太不明顯 那可能就會 出來的結果 它可能就會 乒乓球就不見了這樣子 那 如果用game的話 就可以比較解決問題 右邊這個圖就是 呃 它是 去做這個人臉3D模型的 呃 產生這個人臉3D模型 那 ground 2 是第一個人臉 那如果你是用me square arrow的話 就是其實 因為耳朵其實是相對 就跟剛剛乒乓球一樣 它是相對 比較 變化不明顯的地方 那它可能就會 很常就會失去 耳朵就會不見 就是失去耳朵這個特徵 但如果你用比較複雜model 就是現在 最近比較紅的 像 有 reversial概念 這些game的等等 變形的話 才可以 呃 產生比較好的結果 那 所以到 以上就是 大概就是 12.3解的 內容 所以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我這樣 剛剛那個 語言的那一個 裡面的 它是指說 例如說英文和法文好了嗎 它是先就英文那些字 先弄出它的rebating 對 那rebating就一件 大概就是一個高位空間裡面的 一些像樣子 大概這樣子 那再來就法文去找出來rebating 然後 空間可能是 從這到的空間 然後 就是我 愛 這個字 跟 I am good 這三個字 再還有法文 這三個字 可能相對的 就是 空間關係 很像 或在這到的空間的 不同的位置 是這個意思 嗯 就是如果 他們是相同意思的話 他們其實會 映射到比較接近 就會變得一個比較像的 對 就是說一個 對 三個點的話 會願意相似更加些 那種感覺 看看是不是 我剛剛問的是 在這裡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Wall vector Wall vector 它本來重溫它的Wall vector 以後 每一個Wall vector 也把它當作是一個 不管它 它就是一個影像 或者完全就是 它就是那個字的代表 英文字就是英文 法文就是法文 那其實英文跟法文字在這裡面 一開始是沒有關係的 那英文譬如說它的字詞比較接近 比如說 喜歡跟什麼 它的字會變成比較在一起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它有所謂的類別的關係 譬如說 你Queen這個Wall vector 跟King這個Wall vector兩個相撿 差不多的話 等於Man跟英文的Wall vector相撿 這個是一種叫做類別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在Wall vector產生 它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Wall vector當作一個Input 當作Sequence的Input 然後再跟法文 英文的Wall vector當作 然後法文當作是一個Optor 然後Punkets 再產生另外一種關係 那它這邊講的 你應該想要問的是說 它這邊講的是說它有一個Mixed model 它本來是英文、法文 然後英文、日文 它有可能是有很多種的model 或者是 那它現在是它創造一個類似 Universal的model 可能是把所有的語言都是Mapping到 它所謂的什麼Secret的Language 或什麼就是Mapping到什麼的空間 然後可能它也需要再去Output的時候 去產生不一樣的語言這樣 所以我還要清楚說那個空間 真的是什麼關係 沒有 就把它想像是一個內在的平衡 它這個其實就講語言版 有比如說 從英文到法文的 你也從英文到中文的 又從英文到法文的 那我現在放掉英文 我要從法文到日文的 或是從中文到日文 或是日文到中文 那我去learning這之間 已經有了 比如說剛剛的英文到法文 英文到日文、英文到中文 中間把它Mapping到相同的reputation 這樣子我就可以利用同樣的reputation 來做原本沒有training過的 語言之間的翻譯 我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它剛剛用那個貓狗 然後對應到草靈馬 跟另外一隻什麼動物 剛剛那個例子比較抽象一點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 我們今天勸說 給牠餵啊貓啊狗啊 還有其他的哺乳類動物 讓牠學會四隻腳的 就代表哺乳類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就是餵牠哺乳類動物四隻腳的 跟其他比如說秒情 兩隻腳的 這樣去train牠 你有label去train牠 那你就知道四隻腳的隱隱約約 就代表牠通常都是pulet 兩隻腳的通常都是秒情 對不對 那今天輸入一個 牠從來沒有看過的草靈馬 那問牠說 牠到底是秒類還是pulet 牠就很容易分嘛 因為牠internal已經形成說 四隻腳的就已經cluster成一類了 所以牠其實之前從來沒有見過草靈馬 也沒有label可以參照 牠還是可以透過之前的training 牠的internal representation 學會這支之間的關係 那語言 語言的翻譯的mapping 其實也是利用同樣的道理 就是同樣的語義 牠會被custing在一起 不會隨著不同的語言而有不同 當然不同語言還是有詐異 如果這麼簡單 那個翻譯的問題 早就已經完全被解決了 還有牠很多特例 但是大規則是不變的 所以牠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學到internal 那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這之間的關係 如果是沒有dependency 牠更容易切割得更清楚 比如剛剛講的 四隻腳跟兩隻腳就很容易切開 如果以這張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剛剛藍色的地方 就是牠實際上有這些data去train 所以其實牠有英文對韓文這樣的配合 跟日文對英文這樣的配合 在train這兩個配合的時候 牠就得到英文、日文、韓文 在同樣這個embedding space上面的這個representation 所以牠現在已經有日文、韓文的這個embedding 已經學到了 牠就不需要另外一個日文對韓文 這種data set 就可以做到日文翻譯韓文的結果 雖然牠已經把這兩個語言的embedding學起來了 牠就可以大概做到這樣的結果 請問那個剛剛有個圖像這樣 對對對 那個embedding上面這個東西 有點像說那三個語言 我就畫三組這樣的東西之類的感覺 然後你看牠們在三個embedding之間的相互發行 喔 對 就是牠會對應到 就是其實下面就是我們還不知道的地方 就是那些實際上的英文的句子 日文的句子、韓文句子 如果牠們全部都對應到上面這個 space的話 我們可以經由某一些已知的 然後去得到牠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中間那個黑色出現有點像 如果你要以剛剛語言的例子就是這樣翻譯 被embedding之後結果 牠的那個概念的圖 那在剛剛語言那個問題裡面的那個embedding空間 那在剛剛語言那個問題裡面的那個embedding空間 牠會串起來嘛 所以牠是用比如說LSTM這種類似這種 sequence的東西去解釋 如果一個句子牠有五個詞的話 那在英文裡面牠可能是五個點之間的相互發行 對 然後在法文裡也會有五個 如果同一個意思的話 不一定是五個 但是可能會embedding到一個或是多個 應該是 牠一開始是每個字是一個點 但是這個叫做what to back 但是又有sentence to back 就是說牠一個sentence 牠其實actually牠是讀進一個sentence 牠把前面這個sentence的語音壓在一個vector 然後要翻譯的時候 或者甚至chepard一樣牠對話 牠從這個vector再開始to出來 牠的每個字出來 那你每個sentence你都有一個vector 你也可以把這個vector全部再用 譬如說在高位空間裡面你再去看 其實牠有 牠其實是每個點是代表你的一個sentence 這樣子 對 但是牠所謂sign of sequence 就是你前面的長度跟鋪面長度 其實並不是對於這樣 主公我可以問一下你的那個 前面那個domain adversary 難言以後來有那個 我自己忘錄的架構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要講什麼 你說下面這個domain classify 就是說牠要classify什麼 牠是 這個題目是要做的 就是說 如果你說本來是一個黑白的amnister 你現在給牠是一個彩色的amnister 對 那牠去分辨是不是 是不是黑白的amnister 是這樣一次嗎 如果下面這個 我們classify牠的動作的話 這樣講好了 就是 如果我們在chain前面的feature extract的時候 我們用黑白的amnister去chain 因為牠有label嘛 對 那chain出來牠就可以很好的分辨每個數字 對 就會像叉叉那邊的圖 OK 但這時候如果我們拿彩色的圖丟進去 那就沒辦法 因為牠沒辦法 所以變紅色那樣 對 那 domain classifier就是 那其實 我們要讓domain classifier變成 牠看到的是 最後牠看到的是 打勾的這邊 也就是說 應該是我要讓牠本來是怎麼判定黑白 最後連彩色也可以判定嗎 是這樣意思嗎 還是 牠撞到出來的彩色是跟黑白長得很像 還是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domain classifier的用意 是要讓 feature extracted 嗯 不管牠是什麼domain 就是不管牠是黑白或是彩色 牠都可以 extract出 數字的feature 而不管 顏色的feature 那 如果你直接看這個nable的話 牠就會讓牠 就是當牠 feature extracted 產生出來的 這個feature 的vector 可以騙過這個 domain classifier的時候 就表示 feature extracted 它 extract的feature 其實已經沒有隱含 呃 彩色跟黑白的資訊了 那 那這時候就是 這時候 這個feature 就是牠已經把彩色黑白的資訊跟數字這個資訊 要是資訊講representation 就已經拆開了 那 這時候 後面的這個 上面這個 就是一般的label predictor 就用這樣的資訊 才可以predict出 比較好的 數字的label的結果 就是說 即使是彩色的 牠也可以predict 對 我要訓練後面的 讓牠本來不是 本來只能predict黑白 但是現在牠連彩色也可以predict 對 因為我有加了下面的domain classifier 而且但是我讓牠變低 讓牠 就是最後 我這個beach可以認到 就是 我連domain classifier也可以騙過去 對 就是 他extract出來的結果已經沒有隱含彩色或是黑白的representation 那這時候這樣的結果 對 我們要預測label也是一個比較好的input OK 好 謝謝 跟 很多gain的做到跟這個是一樣 對 就是gain也是 你要產生的圖片要添過這個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的這個classifier 對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請接下來 消失去了 不會 謝謝 我 以為 一個 用來的 在 那 現在 有 情況 是 有 這 是 有 這些 是 有 那邊有一個插管 有一個插管 好 然後其實接下來15.4 就是15.4跟15.5的這種解析 他們要講的單一點像 那15.4其他最主要的其實要說明就是說 我們如果之後要train非常多的 比如說非常多feature的話 那我們怎樣可以讓他的 怎樣train的更有效率 或者怎樣讓他的train layer可以用得更好 那其實這裡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我們如果比如說看到 比如說你有帶領鏡或是你有一隻貓 那怎樣利用相同的feature 不用去額外伸出可以去額外 不用看到所有的feature就可以去做出新的一個 算是symbol 然後去找出那個做出來 那個test出來是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說呢15.4章呢 其實他們裡面 各位如果有看的話 其實它裡面前面 敘述了非常多的概念性的東西 那這概念的東西呢 其實我前面把他大概稍微整理一下 那第一個部分呢 其實這裡呢 這個distributed 呃 distribution呢 其實它定義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n個feature的話 那每一個如果都k字 那我們其實可以相當於表達就是 k的n次方的概念 那這概念可以想像成說 你比如說動物有毛 或是說土廢裡面你有帶領鏡 可以表達出這樣的意思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其實相對來說就是 你不能做分布式的表現 那什麼東西不能做分布式的表現呢 就是說你第一個 你切的東西是切的很 就是說exclusive 你就是說比如說像discretary 你到每個load 或是你到每個live的地方 你就是表現出一個東西 那這個特質很exclusive 那你就不能用 你就不能用這種分布式的表現 那第二種比如說像是 就是混合式的高式模型 混合式高式模型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它譬如說 我們用很多k格的高式模型 去組合起來的話 其實它代表的東西是太多概念 那你不知道怎麼去把它切開來 那這種會有雙重定義的問題 所以有這兩個東西呢 你是不能用分布式的表現 那當然下面譬如說 譬如說castr knn 這個其實 我記得課本在還有列出 譬如說ngram 這些其實都是不行用 應該說不是 它就是一種屬於 非分布式表現的一種方式 那分布式表現 它其實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它好處呢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把非常多的相似的空間 那個空間其實就是說 每一個空間你可以代表一種future 一種future它可以呢 去降低它每一個space的距離 那這個降低這個距離 它就是說 如果之後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概念 譬如說出現了兩張圖片你都有帶眼鏡 那這個東西的幹字可以比較close 那這個上面可以表現出 就是語力是比較近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說 如果你出現的dimension 就是你出現的維度是一樣的話呢 它可以有比較少的參數去做計算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它也不是說 你可以無限的去分割所有regions 像剛才說嘛 我們有不同的future 你可以不斷去切 那不同的去切你可以去切出說 它不是那麼exclusive 但是呢 它也不是無限的可以切 那它會根據什麼 它會根據所謂的就是VC的包 那VC的包其實就是好像在前面哪一張 有提過就是說 它是有一個極限在的 那這極限在呢 其中的優關於就是說 整體的out of sample 跟in the sample的損失來做 那這個損失也會影響到就是說 如果當我們HC的線路越來越大的話 它其實是沒辦法切 它是沒辦法切乾淨 比如說 四個點我可以這樣 四個點我可以這樣切 但是呢如果那四個點是排成一排 那如果這一刀切是沒辦法去做二分化的切 切開來 所以說它其實是不能無限制的去severate開來 這樣子 那第五個部分呢 第五個peepoint其實就是說 如果說每一個region它去 每一個region如果它去match 就是說去對到一個類別的話呢 那它會就是說它其實如果每個region都做一個類別 它其實也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dimension disaster 就是所謂的維度的 我們中文可以說維度的災難 那這怎麼辦呢 就是說我們必須用正規的話 就是去讓它有更多的data去做training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在implement的時候要去注意 因為其實這個也會影響到generalize the ability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這剛好說到啊 其實它其實不用去看到每一個 它每一個top的feature 就是每一個最上的feature 不用把下面所有的都看完 就有點像是說 如果大家有去做過 比如說像是NLP那種東西的話 有種叫做VSM 它VSM就是把裡面組成很多data work 就是很多磁彈 那這很多磁彈它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你沒辦法去把它變成是 它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它的語意 它的每一個vector之間是必須是無關聯 那無關聯為什麼 它就沒辦法分析語意 但是它這個組成vector也很好 就是它可以把文本的向量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這個意思呢 其實就是跟第六點這個有點像 那其實第六點它我們之後 後面也會有圖片來介紹就是說 比如說如果不用看到每一個feature的話呢 它有什麼樣的好處 那它的好處呢其實 比如說你等一下來講好 那這個東西這個人呢其實就是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這張圖片就是要表現出說 在如果是分佈式的表現的話 它其實切出來 這個圖應該課本也有 那切出來其實就有點像 那這個有點像的概念其實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每個區域呢 就想成是一個vector 比如說中間你可以想成是000 上面你可以想成100 那每一個區域呢都有它自己的一個 symbol在這樣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分佈式的表現裡面 最用三條線來做region切割最簡單的意思的方法 那這裡剛才提到就是說 哪些東西需要用分佈式的表現 那比如說第一個比如說是PCA或者是限制的PostMine機 這些東西它或是舒適性的東西 舒適性的那個網絡 那這些東西呢其實會需要有就用到 應該說有用到分佈式的表現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就剛才提到就是說 如果它東西是inclusive 它完全是沒有 它完全是沒有重點 切出來變這樣子 那切出來變這樣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像是KMN或者是Ngram 這種東西呢或是cluster 那這種東西就會變這樣 它這種呢就是 是用非分佈式表現的方式來做的 那這個呢它的好處呢其實就是說 它必須要給出 它的好處就是它的分佈式 它必須給出要給出它一定要的參數 那剛才有說嘛 為什麼它要 為什麼現在會有就是分佈式的表現 它可以不用給出這麼多參數 就可以去做training 那這個是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去很fix fix那個training的set 那它不用去解 它不用去解很多dipical的 aubertson的問題 那壞處呢就是它不是壞處 應該說如果是缺點的話 你就可以看的是說 它的model generalized呢它是local的 那如果是deposition的表現的話 它是屬於非local的話 就是說看來看要前面那樣的圖 它就不是這樣inclusive 就完全切開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後面就有提到說 什麼情況下會用到 嗯就是那個它的機率 它的機率概率表現呢是怎麼樣 那這個東西呢 嗯我直接可以 其實上面那些其實 可以 其實它表現 它其實表現比較簡單 就是說 如果u等b的話 那有個mul含數f 那我們會看成就u等 fu等fb 相信有fb 那如果說現在一個老洞的話 如果是xy進去的話 那它就ffs進去就相當於那個y 那如果說現在下面 有一個counter的限制 就是它加上了一個 它加上了一個 delta sigma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去 去看這個老洞的目標函數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去學習一個目標函數的話呢 它其實有會增加或是減少很多的 different rate 就是增加很多不同的區域 那我們必須呢 要去 至少要讓它可以去分辨每個區域 到底代表的區域是甚麼 那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在丟 如果是x 如果是丟x 要讓它等於y的話 至少要至少要讓它每個區域都至少它的表現 像剛才說的每個區域都0001或0000 那這相當於的feature就是後面可能會看到那樣圖就是很帶勁 或是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要去看feature的不一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直接看下面的東西就是我們到底可以切多少個feature可以被辨識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成在r就是說在有低維度的狀況下 它每一個呢如果說都是 因為它線就是每一條線 一條線切下來就兩塊 所以說那每一條線切下來就兩塊的話呢 它可以去看成是有n的第四方的region 總共切出來可以 那這個region也代表剛才說的它的feature的意思 我直接帶你們看那張圖好了 譬如說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呢最旁邊那一個呢 譬如說是微笑的女生 那這個微笑的女生呢 它其實上面有三個不一樣 三個它可以只看我們看一個方向 三個微笑的女生它去得到一個 它代表它可以勸出一個微笑的女生 它應該要的模樣 那第二個呢 是比較中性化的女生 那比較中性化的女生 我們可以看到 它去得到一個中性化的女生的樣子 那第三個呢就是中性化的男生 但是呢我可以 為什麼它把region切那麼細呢 因為呢我可以去看 我要想要加上什麼樣的feature 或是扣掉什麼樣的feature 在我最後得出來的output的結果 那譬如說第一個微笑的女生 他要扣掉中性化的女生的樣子 那他就會怎麼樣 他只剩微笑 那女生就不見了 那如果再加上中性化的男生呢 所以最後變出來會是什麼 就是有微笑加男性 所以就是smelling man 它可以把每一個region去做 就是加減這個概念 請問說如果中間面放女性化的女生 等女生的女生會怎樣 就是為什麼要扣掉中性化的女生 這是一個舉例 OK 就跟書上那個演技換成男生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書上一樣 書上只是掃上面 他到底那張圖怎麼出來 就是說他其實 比如說第一個好 書上其實掃的部分就是說 第一個那個男生到底什麼樣得出來 其實那個東西也是勸出來 得到我是這樣的這個有戴眼鏡的男生 比如說最上面他不是戴墨鏡 中間是戴墨鏡 那第三個呢 又不是戴墨鏡 那我只要把我眼鏡要去掉 加上我戴墨鏡 那保留還是男生 我就可以得到第一張圖 那再加上我是 再剪掉我是男生的部分 加上第三個我是女性的部分 最後一個人就可以得到說 我想要是一個女性 但是我戴眼鏡 那這個東西就來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剛剛我不是切很多region嗎 男生 墨鏡 或者是一般眼鏡 或者是女性 這些東西呢 都在每一個剛才切出來的region裡面 那我可以把每一個region 變成是每一個region 都有一個向量的表示 那我就可以最後組合成 我最後要的output的結構 那這個東西會進入到15.5章 15.5章其實它有的概念就是說 到底 deep learning它到底是shadow的near working 就是它只有一層的hidden layer 跟很多層的這種道理比較之下 哪一個是比較好 但是其實我們其實在發 我們其實應該說不是我們 就是說這前人 很多人就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它其實是有一個指數性的爭議 這指數性的爭議呢 它會表現在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下面那個三個那個折紙圖 什麼意思呢 我們呢第一張折紙圖 有很多feature撒在某一面 那我把它折起來的話 我是不是相當於那條線 就相當於在剛剛我那條線切下去一樣 我切下去呢我可以對著開來 那這個時候我就把它一邊折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從上面看下去 我是不是只看到最上面那層點的feature 那但是我在chand的時候 我不要往下看 我不要往下看 這個時候會減少我的parit 就是減少我的參數 那但是這個時候我也不用 我這個時候反而可以去新增出新 就是chand出新的symbol出來 那chand出symbol我就可以去認到說 我這個東西呢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說 我在比較多層的可計算性的iter layer之下呢 有一個指數性的效率的提升這樣 那比如說在我們電腦視覺 或者是說在google translation上面 其實都可以發現其他有 應該說都是生活實際上很好證明 有這樣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就剛才來比較說 旁邊那邊就是剛才說 如果說我們切出來的東西呢 都是只能表達單一性 或者是它是沒辦法做很分開 比如說就像是mix的混合性的 那種高色模型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左 就是你們看的那邊是local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看就是說 這個章節在介紹的 這個dispute就是分布式的表現 會向右邊這個 那這個右邊跟左邊差在哪邊呢 就是差在就是說 我不能去 我的每一個點 我們每一個region裡面就代表就是一個東西 那我們每一個點東西呢 我不能去做 不能去做向量性的加成 那右邊這邊的話呢可以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就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在最後這樣提到 因為這個東西呢 這個分布式的這種表現呢 就可以去促進 我在做 我在很多種heaven layer在chain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去減少了parameter 然後呢去做更有效率 而且指數性上面的 指數性它應該說是 我永不確定這指數性 就是指時間還是指 應該是指它 chain的 chain出來的那一個 的 時間還是指它的hidden layer 它裡面所增長的那一個速度 我有點不確定 但是它這個東西呢其實 就可以看到它這邊的效果 會遠比那邊來得好 那這裡其實它裡面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 在你們可以看 就是它裡面有講到spn的東西 那spn的東西它也就是 集合的一個nevorking 那集合的nevorking它這個提到其實 主要就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模型 但是到底什麼樣的nevorking之下呢 它的model的可計算性 和不可計算性的一個討論 那其實這個討論呢 其實我們看很多google的paper 或是說看其他我們在 在inference上面 其實都會發現雖然不同的model 它的不可計算性 它的可計算性不可計算性 其實是都不一樣 所以說在這篇裡面討論呢 它也沒有一個 就是怎麼說 就是說 它只是說它的機率的概率的分布 很像是這樣 就是它的不可計算性很像是這樣子 就是它指數型的一個增長的效益 那其實我們實際在看paper 其實這個也沒有很明確的 有一定的說法出來 因為15.55其實蠻短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它主要就是講expression的一個效果 在跟傳統 我們應該不能跟所謂的shadow的nevorking來比的話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這樣子 怎麼樣補充嗎 因為後面兩張比較短 然後大家 因為後面兩張大家看都知道 是很敘述性的東西 然後跟前面連結性的事情蠻強的 我以前有看到有那個數學的paper 在嘗試要從理論去證明 為什麼deep的nevork比shadow的nevork要好 我以為整個論文都是數學 如果有興趣 那看的話 那就真的很難看得懂 那都是念數學的人發的paper 其實很 其實我也看了 它裡面其實蠻多解釋 這個除了用數學之外 其實蠻多 還是用實際它去跑 比如說跑CV或是跑NLP 實際去看它的效果 那這東西可能更直接一點 跑電腦視訊可能更直接一點 因為剛剛那個折疊的圖 大概就可以容易說明 為什麼深的網路它會有效 因為你可以當時看成每摺一次 你就感覺每摺一次就是一層在那邊 但是你又不用往前看到它所有的feature 其實這東西它原本要看那麼多的 它每摺起來就只看上面那層feature 就是整齊一攤效果的差 好 謝謝 謝謝